18日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因新冠病发症去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 鲍威尔前国务卿是美国资深外交家 我们对他的失事表示深切哀悼 对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在美国不断挑动围堵中国的背景下 中国官方给予鲍威尔资深外交家的评价可谓微妙 但在中国的舆论场上 人们对鲍威尔的认识 还更多聚焦于那一瓶洗衣粉上 2003年2月5日 在美国纽约 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时 手持一个装有半管白色粉末的小瓶 以此作为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他言之凿凿 宣称自己的声明都有可靠来源的支持 一个半月后 美国对伊拉克宣战 战争打了八年多 美军却没能在伊拉克找到第二瓶白色粉末 2007年普京接受采访时调侃说 鲍威尔摇晃的那一小瓶不明物质 说实话无证据 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洗衣粉从此成了鲍威尔医生都难撕下的标签 然而一瓶洗衣粉 真的可以诠释鲍威尔的医生吗 一某种程度上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鲍威尔医生与美国的各种军事行动联系紧密 1958年从纽约城市学院毕业后 鲍威尔就开始了长达35年的职业军人生涯 最终闲置私心上将 他曾被两次派往越战战场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担任参联会主席时 他参与了美国的巴拿马行动和海湾战争等 战争为鲍威尔带来了声望 海湾战争胜利后 鲍威尔的名气和支持率大涨 他被认为是国家英雄 当时很多人看好他的仕途 认为他当总统将是众望所归 风头正盛的鲍威尔并没有参加总统大选 而是选择进入小布什第一任期内阁 成为美国史上首位黑人国务卿 但这次履职 战争没有再给鲍威尔带来好运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重创了美国声誉 而洗衣粉也戏剧般的成为了鲍威尔一生的污点 这一点鲍威尔也非常清楚 2005年 他在采访时承认联大发言是自己的污点 他说 我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提出这一理由的人 这永远是我历史的一部分 那是令人痛心的 现在还感到痛心 此后鲍威尔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和痛心 201两年的回忆录中 他曾这样说道 这绝不是我的第一次失败 但这是我最重大的失败之一 也是影响最广泛的失败之一 洗衣粉 实际成了鲍威尔丈量自己的维度 但是鲍威尔又是矛盾的 还是在2012年 他对美联社说 美国在伊拉克取得了很多成功 因为伊拉克可怕的独裁者已经走了 即使这种开拓能让鲍威尔放过自己 很多伊拉克人却没办法放下他 即使鲍威尔去世 也无法消弭这种仇恨 在很多伊拉克人眼里 一瓶洗一瓶改变了他们一生 也是他们内心中鲍威尔的全部 二 对于中国人来说 今天的中美关系 也给了我们认识鲍威尔的另一视角 鲍威尔2011年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前 美国国内对华舆论气氛并不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新保守派发表了很多呼吁遏制中国主张的文章 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 1999年的两件事进一步推升了中美关系紧张 一是5月份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二是美国炮制出李文和所谓中国间谍案 2001年初上任的小布什政府 并没有打算缓和这种紧张 他在上台初期为中国采取敌视态度 还顺势将中国定位了战略竞争者 看上去 这神似这几年的中美关系 但就在2004年末鲍威尔即将离院时 却肯定的称中美关系处于30年来最好时期 这种扭转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除了美国战略大变之外 这种转变有多多少少和鲍威尔有些联系 不妨先看看他在即将上台时对中美关系的表态 这段话放在今天都很耐人寻味 美国不会把中俄看作是敌人或者潜在的仇人 美国只是将他们看作两个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而已 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一致意见 当然也存在分歧 即使在当时 这也并不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发言 还没上台 鲍威尔就显现了自己的不同 确实 与很多出身军旅的美国政治领导人迥异 鲍威尔被认为是温和的各派人物 他很务实 且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厚 在鹰派人物云集的布什内阁中 鲍威尔也是相对冷静清醒的异类 就是这种不同 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转机 小布什上任不久 中美就发生了南海撞击事件 双方言论都非常严厉 几乎陷于敌对的状态 但鲍威尔进行了低调的外交努力 最终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小布什之后向鲍威尔在解决事件时的冷静和稳健之谢 在台海和军费这两件敏感议题上 鲍威尔的操作也很资深 当时台湾正值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期 国际上有一些势力支持台独 陈水扁一度很嚣张 鲍威尔很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 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 鲍威尔在一次访问中国时 作为美国官员首次在台海关系上 使用了和平统一的说法 有分析认为 鲍威尔有关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也不想有主权的表态 意义甚至超过了克林顿时期的三不主义 二使01年中国国防支出增加17.7% 鲍威尔说 他不认为中国增加军费将带来新的冲突 称美方会观察中方如何使用这笔钱 看是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还是中国军队推进现代化的必然步骤 在求同存异而非遏制中国的观念下 鲍威尔任内中美关系大体是顺的 双方也都互相给予了积极评价 在鲍威尔任内 中美外长电话交流频繁 这显然会有效防止双方的误判 相互尊重是外交辞令 看上去也被真正践行了 与2000年相比 2004年的美国大选 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克里 都不再把反华当作一张争取选民的牌 同样任四年国务卿 鲍威尔的四年和蓬佩奥的四年后 中美关系可见的天差地 别 这种回望 或许可以丰富我们看待鲍威尔的视角 三 当然 鲍威尔所做的这一切 显然不是为了中国 他的出发点依然是美国利益 中国2001年入市之后 与美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中美成为日益紧密的贸易伙伴 这实际上也让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了中国的发展红利 当时中美之间的很多合作也源自于美国的需要 美国寻求与世界各国在反恐议题上进行合作 中国是其不可活缺的重要伙伴 两国在金融领域进行反洗钱行动 中国在集装向安全倡议上给了美国支持 另外 在朝核等一系列国际事务上 鲍威尔发现 美国越来越需要中国的支持 这些是鲍威尔鄙视工作的抓手 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 另一方面 促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的大框架下 所有细节并非都是完美的 比如小布什第一任期内 美国对台军售很频繁 鲍威尔在多个场合为美国的这一行动洗地 称这是为了履行义务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鲍威尔辞任国务卿 还是因新冠离世之时 很多美国人都对他表达了尊敬和不舍 就连中国官方也给予了他很客气的评价 鲍威尔更像是今日美国政客的一面镜子 过去四年如果是鲍威尔在任 今天的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吗